对于叶茨说不出来的话,不代表刘年不明白,他并不觉得这件事情羞涩,也不觉得说不出口。 没错,他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遭遇这种事情,他也觉得说不出口。 不过,要等着公子佑那种性子的人主动说出些什么的话,估计再过一个世纪也是不可能的。 在一段感情之中,如果两个人都抬着架子,那么这段感情终究走不了多远。 刘年不想这段,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情感,因为一些无所谓的坚持,而早早、惨淡收场。 所以,他决定在这段感情里做主动的那一方。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陌生的、新鲜的、甚至是茫然的尝试。 可是,他并不惧怕。 虽然不知道一年之后会不会改变结果,但是,刘年是一个既然决定了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的人。 他不想成为白色童话那种会用自己的执着来纠缠对方的人。 所以,在有限的机会当中,他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 他不要后悔,一次都不想要。 没错,刘年点点头,看着叶子的目光也越发地温柔起来。 我是在追求你。 别说了! 叶子的脸更加红了。 在他看来,这样的话,可是比刘年暗倒了亲来亲去,杀伤力还要大得多。 在某些方面,他是一个脸皮极薄的人。 这种话听起来,真的让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叶子只能鸵鸟地将这些话拒之门外。 这样,就可以当作没有听见了,不是吗? 不,有些话,我觉得我应该让你知道。 刘年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静静地看着叶子,目光中的坚定和执着令人动容。 似乎在叶子的印象中,刘年是鲜少有这样的表情的。 在叶子的印象中,这个家伙似乎就没有什么正经的时候,时时刻刻都让人恨得牙根痒痒。 特别是有时候,他的过于随性让自己那古板的性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公众挑战的时候, 他更是恨不得将这个人彻底地错故扬灰。 可是,此时此刻,当他如此正经地在跟自己说话的时候,叶子忽然有一种神游的感觉。 这还是流年吗? 这还是那个死贱人那个臭流氓吗? 这还是那个节操没有底线的家伙吗? 哦,天哪,一定是他打开的方式不对,才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估计,不光是叶子新鲜,就连叶子面对流年时所流露出的错愕的表情,也让流年觉得很是新鲜。 大概,在公子佑的生命中,还没有过这种见鬼一样的体验吧。 流年不免好笑,难道自己好好地说话会让他如此地惊讶吗? 什么话? 叶子愣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回了一句,顺便将自己的手腕从流年的手掌里抽了出来。 他可不想跟这个家伙有太多的牵扯,好像只要跟他有牵扯,他就会很倒霉。 各种围观,各种指指点点,以及各种流言蜚语满天飞。 要知道,叶子这个人虽然对于能力有极致的追求,可是对于出名这件事情并不热衷。 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 任何事情如果太过高调的话,随之而来的都将是数不尽的麻烦。 偏偏,叶子是一个很讨厌麻烦的人,可是,自从认识流年开始,他的麻烦就没有断过。 现在想想看,当初要是知道今天的后果,他在五龙大会的时候,不主动去找流年对战就好了。 好像自从那一次之后,他们的孽缘就这样结下了。 而关于自己和他那些莫名其妙的传闻,又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叶子想不明白。 流年望着叶子那张还算平静的面孔,又看了看自己已经空空的手掌,唇边露出一丝淡淡的糊涂。 那糊涂只是弯在那里,看不出悲喜,更看不出流年内心的感觉。 就在这一刻,他似乎彻底地沉浸了下来,仿佛一滩深不见底的潭水一般。 叶子觉得,自己最好的优点之一就是耐性不错。 所以,无论流年怎么平静,对于叶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古静不波地等着流年开口,不急不躁,更不催促。 顿时,两个人陷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瓶颈之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流年那温润如划过石头的流水般的声音,才缓缓地响了起来。 这个世界上,有经验,总会比没有经验占很多便宜。 就好像是打副本一样,开荒会灭团灭得一塌糊涂。 但是,如果已经打熟的副本,大家不但打得很轻松,而且速度和进程都很快。 这个道理,你也是明白的吧? 流年说这个的时候,伸出手,轻轻地抓了抓头发。 不过,他的表情,却没有他的声音那么淡定,总是显得好像有些纠结。 叶子点点头,这个道理别人怎么理解,他是不清楚,但是对于他来说,可是深有体会。 他是重生之人,在打副本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知道很多别人所不了解的技巧。 所以,一开始开服的时候,他所带领的团队在推副本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所向无敌的。 这种情况直到他开始有些疲惫,不在打副本之后才有了改观。 只不过,叶子有些奇怪,流年难道要跟自己说的就是副本经验的交流吗? 看他的表情,应该不是吧。 可是,听他的话又确实如此,他一时间被流年弄糊涂了,但是还是顺着他的话点点头大。 嗯,这个道理我明白,而且还深有体会。 流年还算是了解业词,明白他说的深有体会的意思是指副本,并没有引申其他的意思,也就松了一口气般的点点头大。 唉,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随后,他又开始沉默了,也不知道是在酝酿下面要说的话,还是没有话说了。 总之,他又低下头去,保持着刚才的样子,让叶子看不明白。 叶子莫名其妙,想了一会之后,也没有开口。 既然流年不说话,他也还是不要多话为好。 就这样沉默了一会之后,流年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不过,我觉得开荒副本虽然会遇见各种麻烦,但是最有意思的也是开荒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什么都不懂,所做出的反应都是最真实的,也是最珍贵的。 相反,如果到了大家对于副本都很熟悉之后,便会对于副本中很多有趣的设定感到麻木了。 完全没有了激情。 说到了这里,他又看了看叶子。 这个感觉,你有没有? 叶子认真地想了想,其实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现在,他不愿意去副本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些副本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也没有什么新鲜感。 完全不像是上一世的时候,开荒时候的惨烈让他记忆犹新。 所以,这一世,他更喜欢去野外冒险。 反正命运那么大,他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 嗯,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关于流年的问题,野次点点头,深有体会。 要不怎么说,其实玩游戏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做新人的时候。 只可惜,自己在做新人的时候,似乎有些糟糕。 金玉中,完全都是些苦涩和冰冷的信息。 至于快乐,早就遗忘了。 所以,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流年望着叶茨憋了一会儿,终于憋出了一句,看起来和上面的话很有联系,实际却十分莫名其妙的话。 叶茨上上下下地看了看流年,点点头。 我明白。 听到叶茨确认明白自己的意思,流年好像是一下子放下了千斤巨石般,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所以,我想要说什么,你的心里大概有谱了吧? 叶茨望着流年眨了眨眼睛,然后又眨了眨眼睛。 他好像是在说副本的事情,但是听意思又好像不光光是在说副本的意思。 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叶茨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试探着。 你是不是在跟我讨论副本怎么玩比较有意思,游戏要怎么玩比较有新鲜感? 流年闭上了嘴,他直叮叮地望着叶茨,心里忽然有一种想挠墙的冲动。 是公子有理解能力不够? 不不不,这家伙很聪明。 就从他和鸭沙龙讨价还价时,他就看得出来。 他的心仰很多,也绝顶聪明,绝对不会出现什么理解能力不够的情况。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又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是自己说得太含糊了? 可是,他已经觉得自己说得够明白了,举例也觉得很通俗易懂,怎么还是会让他给起义了呢? 莫非,这件事情真的要让他自己从嘴巴里用通俗易懂,而且十分直白的语言说出来吗? 他没有这个经验呀,说不好会不会激怒面前这个女人。 他和自己好不容易和平相处了那么一会儿,要是这个时候,他说错点什么? 流年鲜少有这样的经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也显得有点窝火,他微微皱着眉头坐在那里,像是有些生气的样子。 叶姿则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流年。 这个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牢房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气氛。 如果说刚才还只是安静的话,那么现在的安静中多了一种纠结,多了一种不安,还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 又过了些许的时光,流年清了清喉咙,看起来有点像是做报告的样子。 不过,从他的脸上却看不出什么表情。 那张桃花一样的脸,这个时候早就没有了笑容。 紧紧地绷着,眉头微皱,眸光深沉。 看着一边的叶姿也觉得奇怪,这到底是要说什么事情啊? 我…… 流年刚刚说了第一个字,就停顿了。 停了好一会儿之后,又开口说。 我昨天说的那个事情,我是认真的。 昨天的事情,叶森立刻就想到了那份诡异而奇特的协议。 他笑得有些不自然了。 还好是认真的,要是假的,用那破玩意来困他一年,那还真是有够变态的。 虽然他这么想,不过语气却不见得好,只是闷闷地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或许,我的做法不是很好。 流年谨慎地看着叶姿的表情,小心地措辞,生怕自己一个不注意,就让他心里有不快的感觉。 也给你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可是,我并没有什么坏心。 这么说,你这还做对了? 叶茨听到这里,眉头皱了皱。 你现在这算是什么? 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 哼,你也未免认为我太好打发了吧? 唉,他对昨天的事情,果然是计较的。 流年又抓了抓头发,他是真的不想让两个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 更何况,两个人现在的关系,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反而靠着一纸合约,怎么看都十分别扭。 要是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事情,那就算了,我懒得听。 今后一年,我们好自为之。 叶茨想了想,只觉得这么说或许不太好。 可是,不这么说,又难解他心头之恨。 那么,就这样吧。 牢房里的气氛又尴尬地沉淀了下去,两个人坐得很近,可是又好像是距离很遥远一般。 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明白,他们两个人心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 只有牢房里那阴冷,甚至是有点发霉的空气,在不断地发酵着,蔓延着。 刘年的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很糟糕,很失败。 为什么看起来很好的愿望,在他的手里总会被弄得乱七八糟。 平时听鸭沙龙说起追女孩子的心得,他似乎也没有觉得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在轮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就变得如此的奇怪呢? 难道女孩子的心都是用不同材质的材料所做出来的吗? 这个方法适合这个人,却并不见得适合那个人。 他明明是照着鸭沙龙曾经说过的方法去做的呀。 要浪漫,要温柔,要让他明白自己的心思。 可是为什么到了公子佑这里,完全都行不通? 真是有够诡异的事情。 唉,要想博得一个女孩子的好感,其难度跟面对一个超级变态的副本不能同日而语。 不不不,甚至要难得多得多。 不过,刘年并没有因为这个而沮丧。 他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只是装作不在意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地看看叶茨的表情,然后继续沉默。 叶茨偷偷地看了一眼刘年,忽然有点心虚。 他刚才说什么? 今后一年我们都好自为之。 这话是不是有点太傲娇了? 是不是有点太不尽人情? 真奇怪,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会管其他人心思的家伙。 怎么现在会如此地在意刘年的想法? 一定是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太舒服才造成的吧。 他忽然又记起两个人的协议。 在一年之后,如果自己还是拒绝流年的话,他就会退出这款游戏。 协议是通过系统认定的,也就是说,如果到时候他还是拒绝的话,就算流年自己不想走,系统也会强制他离开。 算算时间,如果一年后他真的被强制离开游戏,那么和上一世流年消失的时间是不是差不多呢? 叶茨无从得知,在上一世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从游戏里彻底消失的。 但是,在这一世,这样的命运依旧是要重复吗? 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就好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连呼吸都不太顺畅。 说起来,他们并不算认识,只是在游戏经常打架的两个人罢了。 但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他也许会离开,叶茨竟然有些许说不出的酸涩。 流年对于自己来说,到底算什么? 目标吗? 他在上一世,还是自己无法逾越和到达的一个高度。 仅仅是这样而已吗? 也许吧,谁知道呢? 叶茨的脑袋越想越糊涂,他终于无奈地呼出了一口气。 唉,看来,他实在不适合去思考这种高深莫测的问题。 他更适合去思考怎么打下一个副本,怎么推倒一个boss,或者怎么从一个工会的手里赚点小钱。 至于别的,实在是不再好。